鲜活小鱼虾如何防寄生虫? 鲜鱼虾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含有丰富的钙、以及矿物质、微量元素和维生素。 营养全面、易消化、易吸收,是位规非常好的食物。 但很多朋友都担心寄生虫问题,其实这个影响不大。 实在担心,有两种方法处理,一是晒成小鱼虾干。 寄生虫会被晒死,缺少水而死。 第二就是冷冻起来,寄生虫会被冻死。 今天冬龟先生从冰箱中翻出来一团麦穗鱼,给大家演示下动小鱼虾的未规过程。 这团鱼是上个月天位炎热之前也采的。 那次也采的比较多,大个的都被做成小炸鱼吃了。 剩下点鱼脑袋和小麦穗,冻起来了。 由于是冷冻的,不能直接未规,容易造成肠炎。 需要先解冻,恢复到常温再胃。 等发现鱼身体不再冰凉,不再硬邦邦的。 并且有明显鱼腥气时,就表示解冻完成,可以喂龟了。 由于腥气十足,乌龟是非常喜欢吃的。 一口一条,根本不思咬,直接吞进去了。 无论吞鱼,估计连什么腺的都不知道,就下肚了。 实际上一起给两条,也是一口吞了。 足见乌龟对鲜鱼虾的喜爱程度,大家平常野菜或菜市场买到的新鲜小杂鱼。 也可以晒成干,或冷冻起来,用来喂龟。 小鱼虾不敢说强过所有龟粮,但强于大部分中低价龟粮,还是可以这么说的。 当然,任何食物都不建议单一喂食。 小鱼虾也可以搭配水草、菜叶、水果等味,作为素食相互补充。 东龟先生推荐大家野菜点蜈蚣草,养在鱼缸里。 这种水草不用抵杀,吃条扔水里就行。 生长迅速,能长到一米多长,产量非常高。 适口幸好,乌龟也爱吃。 东龟先生制作,谢谢观看。 简单靠谱养乌龟,乌冬和原生鱼。 关注东龟先生。